大家好,今天我介紹露華龍的粉底和遮瑕 我今天買了遮瑕粉底,這是她送給我的Travel粉底 旅行用,這個也有15ml,我由遮瑕色開始介紹 這款是老人家用的,我認為預防衰露也儘量用防衰露的產品 連遮瑕膏也一樣,我買了02號Lights 這款粉底也沒有遮瑕膏,比較滋潤 冬天使用是比較好 遮瑕膏也很高,說明遮瑕膏也不是很差的遮瑕膏 這款粉底也有2.8g 如果你每天使用的話,都可以使用3月半年 這款粉底也不差 這款粉底是露華龍出美的Color Stay粉底 所以我買了04號Lights 因為中國人的皮膚比較黃色,有些黃色,有些白色 買中間的也不錯,因為它有些偏白,偏黑色 你自己選擇吧,自己選擇膚色 我買了04號Lights 我買了這款粉底,它真的很好 我試過8時化妝,到晚上11時都沒有補妝 這陣子沒有出油,可能冬天乾了 乾不會出油,所以就不會用了妝 夏天我就沒試過,所以我覺得冬天用這個也不錯 而且它也不太乾,會用完之後 它也挺升級的,這個很黃牌 像是露華龍來說,是升級產品 這款粉底是她送給我的 因為我買了這款粉底是她送給我的 這款粉底是她新推出的 她給了一個Medium 這款粉底是15ml 這款粉底可以用去旅行使用 我忘了看到是15ml 我這款粉底是Light & Medium 這款粉底是她送給我的 這款粉底是她送給我的 這款粉底挺漂亮的 這款粉底可以出發用 今天我介紹了露華龍的Consealer和粉底 謝謝收看,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